各位,香港未來的幾天 將會是這次暴動的最危險期 今天就是9月8 就是佔中岸的五周年紀念 因此就看看今天的情況如何 如果今天出來的人數不多的話 大家要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真正支持這一班暴徒的人數 下降 其實這個趨勢已經看到 過去幾次暴徒的人數下降 正正因為它下降 所以我們更加要小心 原因為什麼 那些現在剩下的 全部都是最激進 最暴力 最凶殘的暴徒 他們已經沒有緩衝了 我們現在只是一出來 就做非常之醜惡的事 因此 如果有暴力事件發生 這幾天的暴力事件 將會非常之醜惡 非常之危險 希望香港人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剩下的那些 還繼續出來 所謂抗爭的暴徒 是最極端的那班 因為有些比較溫和的 已經覺得 這個運動根本是離開了 原意 遠到不能再遠 你說要 阻止這個逃犯條例 現在已經 撤回了 沒有了 你說 不需要 負刑責 這個香港社會 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你不用想 這件事 因為這樣 所以六二一 和 要特赦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在五大數據之中 其中 一人已經答應了你 有兩樣是不可能的事 剩下兩樣是甚麼 剩下 就是越真普選 這個不在 香港政府手上 你對香港政府用幾大壓力 都沒有用 因為這個 決定決 不在香港政府手上 是在北京 你越這樣反 北京越不 越不信得 香港人 越不會 讓你有普選 如果你真是想普選的話 其實 應該早早收手 現在可能已經是 沒有機會 因此 你不用想 這件事 剩下 最後一件事 我們要 獨立委員會 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也贊成 不過 就不只是調查 警方 要對這件事 整件事 做一個完整整的獨立調查 找出這件事後面的 黑金的來源 那些推手在哪裏 以及將他們 承之於法 要做這件事 很困難 但是 以今天的科技 拍了這麼多照 應該 可以找到 蛛絲馬跡 將這幫人 承之於法 所以現在我就勸 香港人 不要再在這幾天 留念在公眾場所 盡可能是自己 留在家裏 因為 外面實在太危險 已經有消息傳來 就說 那些暴徒 準備 在所有的地鐵站 都放火 包括 在 地鐵的卡車 裡面放火 這是非常 非常危險的 因為 地鐵是 很多人 如果他在 卡車裡面 放火的話 那些人 走鼻之中 有可能會 採踏到 互相採踏 而造成人命 所以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大家 盡可能 遠離這些人 多個地方 另外 有片看到 有些暴徒 就有一種 不知 什麼 射擊槍械 可以射一些 燃燒彈出來 燃燒彈 碰到東西會著火 他準備 10月1日 在香港 各處地方 放火 因此 大家 最好 在家 準備 桶水 有什麼事 可以 起碼 救救自己 亦是同樣 避免去 公眾地方 盡可能 不要去 郊野公園之類 等那些地方 如果燒你上來 都不用搞出人命 現在 危急 存亡之筹 請大家 小心保護自己 不要 有任何的損傷 這件事過了之後 10月1日過了之後 立法會重開 重開時 要定 禁蒙面法 當禁蒙面法 定到的話 警方就可以 根據 禁蒙面法 將這些黑衣 蒙面的人 成之於法 他們 捉到就可以了 因為你已經蒙著面 犯法 所以 捉就可以了 只剩下幾百個暴徒 但這幾百個暴徒 相信是最殘暴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請大家 這幾天 出入平安 不要有什麼事 希望 10月1日 雖然是國慶 但是 都不要出來 慶祝 留在家中 看看電視 找三兩師幾 切磋 國稅 打麻將之類 不要 去人多的地方 保持身心看泰 最重要 健康安全 拜拜